上个视频咱认识了理想气体 它在任何温度任何压强下都遵从气体实验定律 也就是这三条定律 对应的分别是等温等容和等压变化 那如果温度体积和压强这三个参量都发生改变 能不能总结出一个万能的关系式呢 来试试看 高处一团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 它的变化过程如图所示 咱用ABC表示其中的三个状态 依次来分析 从A到B的过程温度不变 符合波伊尔定律可以写成这样 再根据温度不变 咱让等式两边分别处以相等的TA和TB 等式就依然成立 再看从B到C的过程 因为是体积不变 所以满足查理定律 可以写成这样 咱在左右两边分别乘上VB和VC 这两个相等的体积 那等式依然成立 发现没 这两组得到的关系式中 都有PB乘VB除以TB 那就可以联立起来 这个B状态 其实就相当于从A到C的中间状态 咱不妨把它省去 这样从起点A到中点C 就有这么一个关系式 与压强体积和温度的变化都有关 它就是离向气体状态方程 咱把其中的A和C换成1和2 用文字表述 就是一定质量的某种理想气体 在从状态1变化到状态2时 压强跟体积的成绩 与热力学温度的比值保持不变 那咱也可以把公式写成这样 其中的C是值与气体种类和质量有关的长量 与压强体积和温度都无关 明白了吧 那这个公式该如何使用呢 举个例子 告诉你一定质量的气体 初始状态P1 V1和T1的值 以及末状态P2 T2的值 要你求V2 那你只要利用公式 先变形再代入数据直接计算就行 这种题就不用我细说了吧 但要提醒你一句 计算前一定要先确定 是一定质量的气体才行啊 下面研究有点难度了 咱在视频开头 用J三条定律 推出了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反过来 它也可以印证J三条定律 比如温度不变时 就相当于波伊尔定律 那么灵活运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或者说综合应用J三条定律 就成了咱更高的目标 举个例子 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 经历了如图所示的 ABBCCD和DA四个过程 其中BC的延长线通过圆点 CD垂直于AB 且与水平轴平衡 DA和BC平衡 则气体体积在如何变化呢 来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压强温度图 那么过圆点的直线 也就是BC所在的直线 就应该是等融线 所以从B到C是等融变化 体积不变 看选项 B说BC过程中保持不变 就是正确的 回到图像 DA与BC平行 那就也是等融变化了 你要这么想可就被坑了 别忘了 这条线根本不够远点 那就不是等融线 要想分析它 应该分别过远点 做与DA有关的等融线 你已经学过 等融线斜率越大 气体体积越小 那D所在的直线斜率大 所以从D到A T就减小 那选项D所说的 DA过程中保持不变 就是错误的 然后咱再来看AB过程 显然温度没有改变 所以是等温变化 并且压强是减小的 那根据波伊尔定律 T就应该增大 于是选项A所说的 AB过程中不断增大 就是正确的 最后看CD过程 它对应的压强不变 所以是等压变化 并且温度不断减小 那根据盖利萨克定律 T也会不断减小 然而选项C说 CD过程中不断增大 那就肯定错了 分析完毕 正确答案应该是A和B 明白了吧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理想蓄体状态方程 反映一定质量的某种理想蓄体 在从状态一变化到状态二时 压强跟体积的成绩 与热力学温度的比值保持不变 可以表示为这两种形式 利用这个公式 你可以直接代入数据 去计算所求的参量 但是必须先确定是 一定质量的气体赛箱 另外你也要理解 理想细体状态方程和J三条定律 是互相印证的 所以在分析复杂的图像时 你要学会灵活的运用它们 怎么样 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就快去刷题去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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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